如今 学生已然想明白了 也愿做的 事已就算来日离京 先生也该对我放心了 离京 你要去哪儿 哪里都好 总贵不在这儿 就不必遇到这些人 这些事了 你不愿见之人 是谁 先生 请自重 你为何不肯留在京中 如今江府已没人敢招惹你 外头也有我在 你若想玩闹 我大可以叫薛定妃来陪你 你若看不惯薛书 我大有千百法子可以治他 再说了 他日燕林环朝 该乐尽你在 公主去了大粤河京 往来消息朝中最快 你在京城也能第一时间知晓 到底为何不敢留在京城 学生往日都是纵心胡为 所以 若非先生相助 只怕早已酿成大祸 那继续宋静胡为有何不可 宁爱 你是户部尚书的嫡女 赵公主的伴读 凌姿王的妻妹 还是燕林的玩伴 确定非得有人 更是我的学生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张哲不是还在吗 你为何要离开京城 你就不怕你走了 她会出事 与她有何干系 我是多坏的人 多糟糕的心性 先是早就一清二楚 可不是吗 我就是个香野丫头 这京城本就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在这里的每一日 我都如同在油锅里一般 我无一日安生 无一日自在 你从前不是一直说我顽劣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因为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与我不同了 拥挤分身